12月6日 自由之家發布的報告指出 包括中共、俄羅斯和伊朗在內 有26個國家跨國鎮壓新聞自由 在海外報導真相的新聞記者的人身安全難以保障 報告記錄了自2014年以來發生的112起 針對新聞記者的惡性暴力事件 包括人身攻擊、綁架及暗殺等 作者強調 中共是跨國鎮壓最嚴重的政府之一 手段非常陰險 獨立感言以揭露中共而聞名的《大紀元時報》 長期抗爭中共對媒體的跨國鎮壓 承接報紙印刷的機構2021年曾遭中共固凶襲擊 或是香港《大紀元時報》停刊數日 記者梁珍也因為遭到暴力襲擊而身心受傷 這是自由民主和專制暴政之間的一個戰場 應該盡全力去打破中共的這個新聞封鎖 只要我們大家能夠站出來發出聲音來結成同盟 中共這樣的一個專制暴政 它必然毫無疑問的是會垮臺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舒燦加拿大採訪報導 謝謝你